原警骑车来处理围停 没多久开完单后就直接骑车离开 但身上的弹匣掉了却完全没发现 有民众走在路上 在路边突然看到一个黑色的物品 捡起来一看 竟然是装有失发子弹的弹匣 吓得立刻报警 事发会在台北市一线路 二十九号晚上八点多 这名三张离派出所的原警 到场准备取缔围停案件 但没看到围停车辆 下车想要拍照回报 就在他拿出手机时 他的防弹背心勾到弹匣套底部 导致弹匣直接脱落 他却浑然不知 弹匣掉在路边 直到民众报警远警才赶回现场 还好一发子弹都没少 只是装备掉了却完全没警觉心 连带主管也督导不周 一并陈处 本分局将一规定来陈处 另外追究相关干部 督导不周的责任 本分局为加强远警 驻地安全维护 用强安全的观念 以及正确的操作方式 天兵远警要加强教育训练 多亏这次被善心民众剪刀 万一落入有心人士手里 后果恐怕 不堪设想 华氏新闻告诉为洪西宇台北报导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